如何在MacOS中停止或取消打印作业? 如果要从Mac进行打印,并希望停止打印已发送的文档,可以使用三种方法来操作。 选项一,从打印机控制面板取消。 如果打印作业当前正在打印,按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的取消按钮以取消该作业。 注意,如果打印作业已处于打印流程后段,打印机可能仍会继续打印。 选项二,从软件程序中取消。 通常,开启打印作业后,计算机屏幕上会临时出现一个对话框。 当屏幕上显示窗口时,请选择取消按钮以取消打印作业。 选项三,从MacOS打印对列中取消。 要取消正在进行的打印作业,点击扩展物中显示的打印机图标,打开打印对列窗口。 单击要取消的打印作业旁边的小插图标。 可在HPSupport YouTube频道上查找更多有帮助的视频。 要取消按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